以往發生這種重大災難 民進黨的第一個步驟先推 那推給國民黨 反正就是萬惡的國民黨害了 可是問題是這一次 宜蘭是民進黨長期執政 現在中央執政黨又是民進黨 那你怎麼推都推不掉 所以現在民進黨出現另外一招 他的絕活叫做斷尾求生 我們看他怎麼斷尾求生 路燈然後用這個檢測 這個眼睛的檢測 一般那個用眼睛去看 如果有秀書有什麼 市長在這個救災的過程 一方面也投入 這個以搶救為優先 但是也跟我提出口頭的上提出請辭 那我也同意 民黨經過今天第三天 他想出來的絕招 就是那我就讓吳中榮再見就好了 斷尾求生 反正他下台就好 那我們也都知道 幫民進黨扛責任下台了 他最後就準備高升 所以我在這邊先恭喜吳中榮 你很快就要高升了 但是吳中榮的回答 真的是滿扯的 他說 人家問他說 21年來你總共只檢測過一次 這表示藍綠執政的時候 可能都有問題 沒關係 該誰的責任 就應該誰的責任 不管藍綠該負責就要負責 可是問題是人家說 那為什麼只有宜蘭縣 政府檢驗一次之後 你們就直接拿了 宜蘭縣政府的報告 你們港務公司才是 相關的主要負責單位 是啊 那喬是港務公司 你們應該自己要去檢測 結果這吳中榮說 這個就好像到台大做健檢 還會再去做成大做一次嗎 重複檢查要浪費錢 所以我們只要拿他的 檢查報告來做就好了 這什麼歪理 相信大家也都聽到了 他們的檢查方式很怪 他只看路燈 一般路面 這些東西 其他的就用眼睛檢查有沒有秀實 他們難不才是超能英雄 有火眼金金 我跟你講 這樣子用透視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所以立剛 人家都傳說中有台灣隊長 結果現在證實果然是真的 但是我跟你講 當立委質詢他的時候 你就發覺他的回答是更遲 黃國昌質詢他的時候 就問他說 現在這個東西你怎麼處理 結果吳中榮說 我才來一年 告我屁事 先推了 對 先推了 這不干我的事 人家就問 那你前任還有誰 結果他一講 吳鴻謀 王國財 吳蒙芬 糗了 糟糕了 他自己講一講也發覺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全部都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的 而且都是你們新潮流系的人馬 所以他馬上改口 由我蓋瓜成壽 問我就好 為什麼 因為他一切知道 你知道現場吳鴻謀還在那邊 所以你這樣是怎樣 你要把東西推到我這邊來 所以當初我們不是講 我們不是講好你扛了嗎 現在怎樣 要我們大家跟你一起扛 所以這個吳中榮只好改口說 我蓋瓜成壽好了 他先扛了 到時候可以跟吳鴻謀一樣 再高升 他都已經辭了 辭了 職位都幫你安排好了 你現在還不扛 混蛋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還有人要故意帶風向 帶什麼風向 誰要帶風向 說這個跨港大橋 就位在海邊 秀實力很強 所以這個不是原因 這個長久秀實的結果 這不是設計 也不是工程的問題 問題來了 當初蓋橋的時候 不知道有海 橋蓋有海才出現 你沒有看到海 這有 那海不是一直都在那嗎 當初蓋的時候 當初設計的時候 不知道這邊有海嗎 你沒有去把安全係數 考慮進去嗎 所以你講這些都是假講 全部都要推卸責任 我們到底要被這些官員 糊弄到幾時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我跟你講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一開始就是 極力的想要把所有東西 推脫乾淨 比如說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一開始講什麼話 他說南方澳大橋是老橋 所以我們要加強全國橋樑維修 表示這是年久失修太老了 他才21年 是老橋 21年就是老橋 我這次見鬼了 中正橋80年 日據時代就有 人家已經80年 現在每天通車 對啊 重陽橋到28年 重陽橋其實算新橋 連重陽橋都已經28年了 重陽橋是我20幾歲的時候蓋了 現在已經28年了 對啊 關渡大橋是我國中的時候蓋的 現在都已經30幾年了 那這麼多的 你知道光大台北地區 超過21年的橋一千多座 那你全部重蓋 因為全部都是要老橋 全部都老橋 老橋全部都要打掉重建 不是這樣嗎 所以蘇貞昌你到底在胡扯什麼 就是想要推責任 但問題來了 你看 航港局21年為主動檢測難辭其咎 現在要推到航港局身上 又關他們的事 然後問題是誰 誰准許他們這樣做的咧 然後林佳龍今天 這麼重要的一個報告 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林佳龍遲到兩分鐘 然後呢 遲到兩分鐘 假設今天遲到的是韓國瑜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慘了 大概一堆圍攻罷免 下台全部都來了對不對 結果呢 所有其他的媒體 就只是遲到兩分鐘 然後就不提了 就當中沒這件事情發生 你知道 因為他是林佳龍 對啊 所以你看 人比人氣死人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 馬上段尾求生 港務公司總座吳壯龍口頭請辭 那林佳龍就同意 這當然是約好的戲碼 那問題來了 林佳龍上來之後 除了46小時 下次下令檢查疏失 避免憾事或肯定 或什麼肯定 哪一個人不是這樣講 哪一個有說 我們不要檢查疏失了 對 就當作沒電視發生 有人會這樣講嗎 不可能 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講的嗎 那或什麼肯定 我也不知道 所以讓我們覺得 這真的有要去檢討 真的有要告訴我們 到底發生什麼事嗎 港務公司的這個董作 他可是出自於 陳菊跟賴神的人馬 但這董作這個 吳宗榮他自己還說 用眼睛檢查是沒有秀實的 但甚至還有人在帶風向 哎呀 因為喬蓋爾 海邊嘛 那海邊的話 鋼籃本來就容易秀實 蘇院長馬上就說 21年耶 是很舊的老喬耶 現在這個時候是不是眼見著 這個蔡英文的選舉 已經危急之時 現在呢 怕可能會影響到 蔡政府的這個連任之路 所以現在馬上就開始布局 大事要化小 小事要化五 21年的橋如果叫老橋 全世界不知道拆掉多少座 百年的老橋了 21年的橋其實算是很年輕 但是重點就在於 其實就是官商勾結 再來就是說 外行 領導 內行 這些重要的位置 通通都是酬庸 從陳水扁年代 這很多人是陳水扁年代 留下來的 大家還記得 旁邊年代有幾個部長 去用收押 貪污收押 陳水扁的年代 有幾個部長被貪污收押 那個時候我們大家怎麼說 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 當年阿扁在怎麼貪污 他的部長在怎麼貪污 我們台灣的老百姓怎麼樣 給阿扁機會 給民進黨機會 大家說 以前國民黨就是怎麼貪污 現在換民進黨 貪一點也應該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 今天如果這一座橋沒有他的話 我們會知道說 還有一個叫港務公司 然後還會知道說 這一個公司 換了這麼多動作都是新潮流的 是 然後都是酬庸來的 你會知道嗎 不會 台灣還有多少這樣的公司 因為沒有人會去注意到 對 沒出事 沒人知道 對 你看我們的重大工程 包括我們的捷運 你看看 我們桃園集結 蓋了二十幾年 對 也是毛病一堆 到最後什麼玩紅 到最後這個 搞到最後他也是不理你 然後打國際訴訟 我跟你講 我們蓋一條捷運 要蓋二十幾年 我們現在綠線捷運也是一樣 然後你看看 我們捷運還沒蓋 車廂我們桃園 現在土地連徵收都還沒徵收 我們綠線捷運的車廂 已經先付了人家兩成的 這個費用先給人家的訂金 車廂訂金都給了 一樣這個招標過程 通通都是雨點 然後如果說今天這個政府 你不給他換掉 這個新潮流你不給他換掉 他們認為這一些都是常態 老百姓你也認為是常態 那斷橋事件就會層出不窮 等到死人的時候 等到人死去了 這個時候你要說什麼 不過好你解釋 我不怕過那條街 好你解釋 六月不是我敢這樣說嗎 不是這樣 我們現場很多的危機 如果說民進黨長時間這樣子 抽擁然後這樣子貪污 然後老百姓縱容 然後完全不在乎 那這個國家就會沉淪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一次的選舉 真的是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所有老百姓一個機會 把這一些抽擁的這一些 到底有多少 我們換一個總統 我們把這一些人全部都換掉 石頭里長 我們看到在南方的大橋 在斷裂的時候 畫面都出來了 但是總統卻講錯話 說是油罐車去撞到橋 爆炸起火 造成橋的斷裂 後來內政部長徐國有說 總統沒講錯 是我告訴總統的訊息是錯誤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在的這首港務公司的動作 居然都是陳菊跟賴清的人馬 在坐這位置 而且居然他們這動作還說 用眼睛看的橋樑本身有沒有腐蝕 現在這樣講你還聽得下去嗎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民進黨真的鐵底檢討 所有的不對都是白人 絕對不是你 什麼事情 你就有法導人解釋說你都沒有不對 連粉豆會超賣 錢豆會掉在火車 你還有什麼事情你們說不出來 每一個橋都一定固定就對了 在那裡監測 橋一定有一個單位監測 用眼睛真的看有嗎 你給你看 他們不是說他們不對 他們將來不去生人他們不對過 敢對台中會失禮過 今天他們如果知道不對 會不會到今天去台灣這麼慘嗎 對 你想這個過程 他們不去生人他們自己執政的不對嗎 沒有比過去的國民黨更惡心嗎 是 可是對於像你在你們內裡的李民 大家看在眼裡 是什麼樣的感想 我們在裡面 我們在裡面說那有夠陷 那個橋紀念說這樣會回去 都不用說有意見的嗎 都沒有人在檢查 檢查這個橋到底真的 是不是還會適合安全的問題嗎 都沒有人在檢查 你像問一下我們要辦多年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橋 限量管制 我們也要關注我們的公民橋 我們就要關注這個危險 我們要注意 包括我們的八成就要 把我們拿到這點 難得政府的這個基本就不知道嗎 你給你看 國營事業對一個不是我們局勢的人 不是局勢的人 他派那個人 那不是 對一個是有專業 我就真的有夠懷疑 他們的專業在哪裡 我們這個 政客人 我們不要說很多 適當的人 他們不可以 沒有適當的人 我們可以一大堆 出事情 就拚了 有什麼人 對 對 你們台頭幾個過 你們會四個幾邊過 你們將來要八成 說一句公道話 沒有八成 在跟你們建議的時候就對了 你們不敢面對 你們不敢生意 你們的不對 是 你們將來不敢說你們不對過 你們好像西亞年水杯一直坐 一直坐 這些民進黨員 我們這些民進黨員 看不到 真的感到對 你們這些 好像會有對 百十 百十再百十 就是你們的觀念 如果我們看過 我們問一下 不必在我們來問這個 辦這個話題 來講給大家聽 我們不用共鳴 我們整個頭 大家到處去辦這個話題 要證明什麼 我是要證明 讓中央政府看 我們八成有什麼 希望你聽得對 希望你能夠要求自己改變 你如果沒有改變 拜託我們這裡所有的八成 我們用選票來幫他們 讓他們下台